你现在听的是圆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气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气 生命之源 健康止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你好 Hello Della好 大家好 袁医生 其实胃病 胃不息都已经是经常是文明社会的人 一个很重要的毛病 因为可能生活压力紧张 食无定时这些情况之下 令到人经常都会有些好像胃痛 原来数据上显示在中国国内胃癌是第二个大癌的杀手 仅处于肺癌 蓝性 蓝性 在食物上的因素 或者现代文明的雪柜普及化了之后 变成食物上不需要添加那么多防腐剂 而令到胃癌的情况出现就减低了 大家都听过胃癌当然没有肺癌这么普及 原来在中国的资料下 中国的肺癌是第一大杀手 最多的 原来第二大杀手竟然是胃癌 我以前我都没想到 我都想着肝 肝 肝 原来胃癌是占第二的 这是说男性 女性就是排第4 女性当然乳癌是第一 但這個癌的問題原來一直都是這樣的 在外國我看的資料 他說近來胃癌的數字其實一直在減 原來在1930年左右 大概每一千人病者裡面有33宗是胃癌 而當時胃癌是男性第一大的癌症死亡 出生是第一的 但是到今時今日大概每一千宗剩下八宗 由一千宗33變成一千宗一百宗 這個數字比較舊一些 1992年大概有24,400宗新的個案 在美國其中13,300宗是死亡的 通常那個患病的年齡通常是50到60歲之間 而在美國來說 非白人多於白人差不多兩倍 而男性亦都是比女性多些 那什麼情況會有導致癌的風險呢 大概估計 跟我們那個食物裡面的添加劑 有一種叫做燒酸 Nitra Nitra曾經何時有很多的 你看很多的香腸 令到香腸很紅 很新鮮感 其實是那個燒酸來的 那當時是一個很常用的 那因為近來我們 即是食物呢 有了那個雪櫃的普及化 那很多食物呢 就不需要靠那麼多這些這樣的防護劑 那可能導致呢 這種的病呢 慢慢是減少 起碼在美國是這樣 好了 那還有呢 他說呢 他背後呢 其實都有一些少許遺傳的關係 即是如果家族性有呢 那都很可能呢 那個遺傳呢 都扮演一個 胃癌裡面都扮演一個角色的 好了 那胃癌呢 最大部分呢 屬於一種叫做 腺體胃癌 Dinococinoma 是腺體的 那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七呢 是屬於腺體性的癌的 那 那也都有一種呢 是叫做 是腸道 或者是 或者是分化式的 嗯 那在腸道的當然呢 就是那些細胞 那些癌細胞呢 是比較大些 還有呢 是黏在一組 好像有一種 就是統形的結構 那 跟我們在其他腸道的那些癌呢 是很相似的 但是另一種呢 是分散式的 那分散式很明顯呢 就是那些癌的細胞呢 就是滲透呢 是整個胃的胃壁 是沒有一個很清晰的 的那個那個界線的 是 那這一類的胃癌呢 通常呢 是那些年紀輕的人 那這一類的胃外癌呢 就男女都是平均的 嗯 那除了那些那個腺癌之外呢 那其他那些癌呢 都是比較少些 佔的比例比較少些的 好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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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這個之外呢 那現在一種癌呢 就在那個胃 那個 那個胃的肌肉那裏 那裏 佔差不多成2%的 那這種是軟組織的肌肉的癌 那到底 那什麼導致胃癌呢 那 那目前來說呢 我們都不是完全 就是很清晰的 那 有幾些因素呢 當然那個環境因素啦 我們那個 那個 社會經濟的 的關係啦 那當然也有些少許是遺傳啦 那也都是跟那個 癌本身的胃的狀態呢 是沒有什麼直接關係的 譬如呢 你曾經是胃開過刀 那當然呢 那胃開過刀 應該是表示它胃是有事啦 是啊 不是因為開刀 你肯定說有事才被開刀的 那還有一些和 不是因為胃癌的問題呢 都可能會導致那個胃癌的 那譬如那種 惡性的貧血 那也都有一些呢 是那個 萎縮性的胃炎 嗯 或者是那個 那個 那個腸道的 那個細胞的 的顯變 那還有呢 顧胃的肆肉 那很多人呢 就是照胃鏡呢 發現有色慾 那就是好像我們那個大腸的色慾 是 是 就是一種癌的先兆來的 那很可惜啦 那大部分的胃癌呢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症狀的 嗯 直到那個腫瘤呢 是很大 那我們才呢 就察覺得到的 那就是很多時候呢 我們是早期發現不到 是啦 好啦 那一般的症狀呢 是怎麼樣呢 就是 一般的症狀呢 其實很多的胃病 正如你所說 正如你所說 很多的胃病 譬如整天都 消化不良啦 嗯 或者感覺呢 整天都很脹脹的不適 吃了它之後 那整天有些作悶 沒有什麼胃口 那個 那個 火焦心啊 那也都有一些事呢 有輕微的遺動 輕微的遺動 那當那個病呢 就是進展到 就是後期那時候呢 那你也都可能呢 看到呢 就糞便呢 就有些 有些血 就是有些紅 或者黑血 或者有些黑血 那開始就有嘔啦 那個體重下降啦 還有開始痛了 那 通常我們怎樣去檢查 去診断那個 那個那個胃癌呢 那當然呢 離不開用 驗血 驗診便 還有呢 驗那個胃的液體 抽一些液體 來看的 那通常呢 就是 如果發現呢 有人有無端端解釋不到的 那個 那個 胃痛 噴血 還有呢 就胃酸不足 那胃酸不足 消化微差啦 那這些都可以這樣說呢 是胃癌的先兆來的 那當然呢 有時候呢 就會抽 做胃鏡啦 那當然呢 胃鏡之後抽組織啦 那這個是最終決定呢 到底有沒有胃癌這個問題的 那當然啦 我們大家都知道呢 癌症有很多 有很多 分很多期的 是的 那通常在零期之後呢 就是說呢 那個癌細胞呢 都是局限於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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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膜的 下層 就是未爆出來的 那叫做零期 零期 那零期真的很難找的啦 那第一期呢 呢 癌的細胞呢 都是在胃壁那裏 那裏 還有呢 在那些附近的 臨巴結 那都是第一期啦 那去到第二期呢 你發現呢 就那個癌的細胞呢 是整個那個 那個 那個胃壁呢 都有 那 那 整個胃壁 就是 擴散 就是範圍大了很多啦 那未必去到附近的 組織 那 可能呢 你附近的臨巴呢 都可能已經有 就是已經有問題的啦 那去到第三期呢 就很明顯呢 那在胃附近的組織 和臨巴結呢 那些附近呢 都開始有 就是出現 癌細胞了 那第四期啦 那我發現呢 就是去到附近的組織啊 附近的臨巴啊 啊 那周圍那些呢 都在那裏 那 那 甚至乎呢 去到去到肝啊 或者其他器官啊 那這些都是第四期啦 那當然最後一個呢 就是就是反覆啦 就是好一次 以為好了啦 那接著又重覆出現了啦 那這樣 好了 那之後大家都知道呢 是有不同的奇數的 那很可惜呢 就是因為呢 一般的癌的先兆呢 那個症狀呢 就是很多一般人的那些胃炎咯 那很多人都 就是都是這樣 就是當是胃炎 是的 都沒有什麼理他 那當然有很多的 那些藥啊 那表面吃了就舒服一些 那他就以為OK啦 那到最後呢 真的到很美期呢 才發現呢 原來是 不是那麼簡單的 那一般的傳統的 就是主流的治療呢 大家都知道呢 都是開刀的 都是開刀的 那也都很多時候呢 他們呢 就是整個 整個胃呢 都開刀了的 是 那跟著呢 就加一點點化療啊 電療啊 那樣的 那如果大家有機會 聽過我們以前呢 是的 我們之前呢 在我們第354集的時候呢 都曾經說過呢 國內有一位著名的腫瘤科專家呢 他一生都撤除無數的腫瘤 但是到最後呢 他自己也都患上了這個癌 就是那個胃癌 最終在他臨終之前的時候呢 他才領悟到呢 其實現在現時他所做的那些的治療方法呢 是完全是沒有效的 那他當時呢 就因為他自己一個很出名的 他的手術醫生 那他幫很多胃癌的人 他開過刀的 那但是很可惜 那後來自己有了 那他就 就是一個醫生變成一個病人 那他就親身經歷過呢 就是整個過程呢 是幾辛苦 那他當時呢 就是他慣上的做法 整個衛覺了 那當然有很多後遺症 那可以這麼說呢 他是 後來呢 是死得很慘的 就是整個過程 好辛苦的 那他 在大家聽回那一集呢 那那位教授呢 最重要的感覺 其實呢 我們有時候呢 處理一個病人呢 就不要只是處理那個病 那個病本身 譬如一個病人呢 如果你去幫他醫治 這樣割完之後呢 他可能呢 是活到一年半這樣 但是呢 你不是幫他割完這樣醫 他可能呢 就活到一年半 但是呢 你割完之後呢 他的一年半呢 是在那裡受苦的 死得很辛苦的 那如果你沒有割完整個胃呢 那等他呢 他可能呢 是癌久一點 但是癌都沒有那麼久 沒有那麼久 但是呢 舒服一點 那個生活那個 餘化那個生命的質素呢 是好很多的 那他應該呢 就是作為一個醫生呢 就應該呢 是考慮呢 就是不要幫他割曬 就是考慮那個病人呢 臨終那種 就是減低他痛苦的那個經驗的 是 那那一集呢 大家有機會呢 是啊 就354集的 是354集 是我們都差不多 一年到 幾個月一年前 大家跟大家講 大家可以聽一下 那你要知道呢 那一般的 一般的主流的醫治的手術呢 多數都開了都割了就算了 但是其實呢 那個問題呢 是很辛苦的 是很痛苦的 是啊 那麼我們一會呢 袁醫生呢 剛才呢 就解釋過了 大部分那個患那個胃癌呢 會出現了一些什麼情況 但是又 在初段時間 真的不是很容易發覺到的 那一會回來呢 袁醫生呢 會詳細些幫我們再解釋一下 有一些的症狀 如果我們留意到的時候呢 其實有可能是呢 我們有那個 胃癌的先兆 還有在自然醫療那方面呢 我們是用什麼方法來處理 來醫治的呢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一會兒我們回來 繼續我們今天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胃癌救星 聖星百合同類療劑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傳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 25773798 網址 是3w.naturalhealing.com.h 歡迎回來第二節 緣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今天的題目 胃癌救星 聖星百合同類療劑 如醫生 上一節你解釋過 胃癌的成因 或者診斷的情況 其實在自然醫療裡面 好像在同類療劑裡面 叫做聖星百合 好像是對胃癌 是很有幫助的 是不是 在我們的同類療法裡面 其實我們有很多療劑 對不同的病 都非常之有效果 但今天和你介紹這一種 叫做聖星百合 叫做Star of Bethlehem 拉丁名叫做 Onifogalumumbalatum Onifogalumumbalatum 因為同類療法的療劑 通常都是用拉丁名的 如果大家熟悉的 布福卡花藥 都會聽過 一聽到 喔! Star of Bethlehem 這個不是同類療法 那個布福卡花藥裡面 有三十八的花的特性 如果大家 因為布福卡花藥比較多人 認識學過的 原來發現 那個聖星百合 在布福卡花藥 就是根據那個聖情 就是聖情去處理的 通常針對一些叫做 憂愁 創傷損失 尤其是經歷創傷時 或者之後精神情緒所產生的後遺症 這是一種急救藥裡面 其中一個成分 是的 配救花藥 大家可能都很多 可能認識的 都是有一種急救藥 急救藥 急救藥其實是有幾個基本的主要成分 而這個聖星百合 就是其中一個急救藥的配曲花藥 其中一個 對於創傷、抑鬱、損失 之後的情緒的後遺症 好了 但是呢 這是配曲花藥的做法 配曲花藥的煉藥方法 有些不同 其實呢 基本上呢 配曲花藥的做法呢 就拿一些露水 乾淨的清水 就將那個聖星百合的花 就浸在那裡 接著呢 就讓陽光來曬曬它 那就是說呢 提煉那個聖星百合的花 那個能量的頻率 就滲了那個水那裡 然後呢 由那裡就製成那個 那個配曲花藥的 但是和尿劑呢 大家都要了解呢 它的製造過程呢 是不同的 其實我們會將它本身的那個 物質呢 是將它抽取了之後呢 用一些酒精、水 抽了那個汁液呢 接著呢 就將它稀釋和充勻的 所以呢 它經過這種特別處理之後呢 這個聖星百合呢 應用的那個情況呢 又不同了 好了 在同一療法的醫學文獻裡面呢 我們會看到呢 它怎樣形容一下 這個聖星百合花 那個同類治療的臨床的病徵呢 那如果大家聽眾呢 如果你聽到之後呢 小心聽到之後呢 如果你發現呢 你那個病徵呢 是和這個聖星百合呢 是很相符的呢 嗯 那呢 用這個療劑呢 很大機會呢 就幫得到你這個 那個 那個胃炎也好 那個胃癌也好 因為始終到底是胃炎 胃癌也不是那麼容易知道的 是的 很多人以為自己是 是胃炎或者是胃癢 這樣 那結果發現呢 但是呢 在同一療法裡面呢 就不是說要等到你胃癌 那你才可以用的 總之是和你那個胃的問題有關 那符合這個症狀 那大家呢 我就在那個文章那裡呢 跟大家給你看一下 我怎樣形容這個療劑 那通常呢 就是那個胃痛 還有有作嘔那種感覺 嗯 甚至乎呢 一天吐兩三次 那也都發現呢 下胸那個部位呢 就覺得有一種腫脹的感覺 嗯 還有呢 就是氣障 啊 放屁 是 弱氣也好 放屁啊 這些 是一個主要這個療質的症狀來的 那當然呢 那個火焦心啦 食物反初啦 就穀了上來啦 那就餵肺羊啦 還有餵癌啦 那還有呢 就是那個 那個幽門那個 活躍肌那裡呢 就出現了一種 抽縮的痛 很抽的痛 那還有呢 就是那個十二指腸呢 有一種脹 那還有一個很低的症狀 如果你有了這個症狀呢 這個療劑呢 就很大機會了 那就是說呢 如果那個病人呢 在床子滾來滾去的時候呢 他發現呢 那個身體裡面呢 好像有包水在那裡 嗯 拿一下 拿一下 這個 痛的療法呢 很多時候呢 是 盡量去找一些很特別的症狀 那就是 如果你發現呢 你有胃的不舒服 而發現呢 你在這個胃的不適之下呢 就算 胃癌 或者不一定是胃癌也好 你在那張床滾去的時候呢 發現呢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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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胃的位置呢 好像有泡水在那裡 倒來倒去 嗯 這個是一個 這個的 聖聲霸的很重要的 是一個特點來的 那個 那個 所謂叫做 特點來的 那當然呢 那個人都累了 那還有呢 就痛之前的人發得很 很寒冷 那還有身體 每一個 每一條神經線呢 都有壓力這樣 那有時候在一個地方 有時候走來走去 那還有呢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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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胸口那裡呢 那些痛呢 就橫跨的胸口了 那有時候可能吃了東西之後痛 有時候晚上痛 有時候呢 甚至乎呢 那個胃胸胸沒有東西吃 都是一種這樣的 那種這樣的 痛的 那就是那個 那個胃的位置 就是胸口下方的地方 那還有呢 好有趣的 這個知識很重要的 他因為呢 經常覺得這隻腳呢 這個腳呢 是有一些 好像有一些 爬爬那種 那種 那種這樣的 那種不適 導致他呢 很不安 坐不定 就是又 又不能坐下 看書 一定要走來走去的 那些腳呢 那些腳呢 好像有一種不舒服的那種 那樣的 好像有一些是爬行的那種 那種不安的感覺 那令到他就要走來走去才舒服的 那還有呢 那就是那個胃窩呢 空窩 空下面呢 就有一種下沉的那種感覺 那還有作悶 OK 令到他整晚呢 就是都醒的 那種不適感令到他醒 那種不適感令到他醒 是的 那還有呢 那還有呢 就通常呢 就會 那個人呢 就是在那裡伸淫啊 很痛苦啊 轉轉反側啊 扭來扭去啊 那樣 那什麼都好呢 就是那個胃口呢 就是吃東西是 失不下肚的 那還有呢 當然暖的食物會好些呢 冷的飲品呢 會差些的 那好啦 如果大家 如果聽眾呢 知道有這些 胃的不適啦 是 希望不要胃癌啦 就算是都好呢 都不用擔心的 是 如果你是有很多氣象 放屁 啊 還有剛才我所說的 腳那種這樣的 不安感令到你很不舒服 那當然呢 胃的抽抽 那些很典型的胃 不適的症狀 那這個療劑呢 是 非常之有好的機會呢 是幫得到你的 那還有一樣東西呢 就 就吃了之後 吃了去那個 那個優門 那食物一過優門呢 那個痛呢 就會增加的 那有時候你吐呢 吐出來的那些 物質呢 就好像那些 咖啡渣那些 那樣的 那其實有些 血血啦 是不是 是 就是舊的血啦 那如果這個呢 如果是有這些症狀呢 這個療劑呢 那個機會就是 很大很大 是幫得到你的了 楊先生 剛才你就說了 這個聖星伯俠的療劑去處理那個 那個胃癌那些 那些不同的症狀 那在醫學文獻上面呢 有沒有呢 就是記載了利用這個療劑呢 去治這個胃癌 一些很特別的個案 一些事情 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那我和大家 剛才大家說的 就是 陳幾何時呢 嗯 胃癌呢 是第一大頭腔 是的 那就是很明顯 在早年 是 在早期呢 在這方面的病是很多 嗯 所以在同學療法 一定有很多這方面的經驗 是 那跟大家分享幾個 幾宗個案 好 那有一位醫生 叫Dr.Koover Koover是很出名的醫生 是早期早年的同學療法醫生 那他就分享一個病例呢 一個男人呢 叫做George 那就是40歲 那當時呢 他就有胃癌的 那這位的病人的爸爸呢 都是死在胃潰陽 73歲過生的 那這個病人呢 就去了倫敦 一間癌症的醫院裡面 那他們準備去開刀的 那結果呢 就開刀之後呢 就沒有完成了 就放棄了 原來發現呢 他裡面呢 那個腹腔裡面呢 胃腔裡面呢 是很多癌 就是煲滿了癌 那所以呢 開刀都開不了了 都開不了了 那開了之後呢 就逢回這樣算了 是的 那當時呢 Dr.Koover呢 就在記住 1898年 你記住 因為早期呢 胃癌是第一大殺手來的 在1898年呢 是7月22號 就第一次見這個病人的 那當時見到的時候呢 病人在床那裡呢 是在那裡心癌 在那裡扭來扭去 非常之痛苦的 那什麼都吃不了 吃什麼就 就吐什麼 那但是呢 它暖的食物呢 就似乎有幫助了 記住 是 暖的食物有幫助 但冬飲品是會差的 是 OK 而這個痛呢 是晚上更加差 記住這些資料很重要 是的 暖的食物好些喔 它受得到喔 但是冬飲品就肯定不行了 那晚上很差 那當時呢 Dr. Cooper呢 就給了一個 一個釘劑 草肉喔 他都沒有用釘劑喔 是 那個聖星伯 一個釘劑 就給它一滴 那在 在 7月23號 是 六點鐘給它 那跟著呢 這個病人呢 就覺得呢 是異常地痛苦 就是吃了一滴 一滴這個釘劑呢 是 他就直接呢 那種更加痛得更厲害 那就一直呢 是痛痛痛痛 痛到凌晨三點 那你記住 六點鐘給它一滴 是一滴的呢 那跟著呢 那整個症狀呢 是打強了 那整個九個小時 是啦 那到第二天的 下午一點鐘呢 他就開始有個大便 那個病人就馬上來個大便 那跟著呢 他就很多疲 又痛 那好啦 那當時 那Dr. Cooper呢 就遇到這個 那麽急的症狀呢 就給了那個 那個 Carbo Veg 就是那個植物探訪 大家如果 聽我們 想我們和他療法的談 都知道呢 那個 那個Carbo Veg 是對 對那個 氣 就是他 吸不到氣 氣帳號有幫助的 那我們都曾經呢 在我們那個 節目裏面 都提及過 馬拉蟲的菜手呢 用的療劑呢 其中呢 那個植物碳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即時呢 就 處理了他那個 這種的 氣漲漲啊 痛得很厲害 那三天之後呢 Dr. Cooper再見這個病人呢 發現呢 他的 胃那種痛呢 就慢慢地呢 開始呢 就是擴散了 擴散了 擴散了 他的身體 其他的地方 OK 好了 那 Dr. Cooper呢 就跟著呢 就在 那個 9月28日 黃昏呢 就給他第二劑 你要記住 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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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都是說給丁劑 丁劑 都還沒有療劑 都還沒有療劑 dokład 好了 這是幾天後 二十三號第1個 二十八號另外一滴釘劑 立即飲食了劑之後 這個病人就立即咬一些黑色的啫喱狀的物質 然後他就痛了大大酸活 然後他的精神又立即改善 胃口又改善 從此之後 自改善第二劑之後 他就一直一直好轉 到了8月29日 差不多一個月之後 這個病人就說 其實我覺得那個下腹那裏 腹下腹那裏就有少少痛 也就搞到他睡不著 那開始他就說這個症狀 就是腳就好像那樣的麻麻不適的那種 那樣的滑的感覺在腳那裏 這個其實很重要的 如果大家有這個腳部的不適的症狀 那好了 跟著在9月9日 Dr. Cooper就再重複一劑 到9月18日 他就發病 說他睡得好很多很多 但是他的腳痛是還多的 嗯 更多多的 但是呢 那個胃呢 那個胃呢 胃呢 胃呢 還有少少痛的而已 但是記住 他的胃口和精神就改善了的 那麼到9月23日呢 他那個發現呢 他的病人說他右腳呢 簡直好像瘀了那樣的 還有開始腫脹了 那麼 還有呢 他就吃了那些食物呢 都有一種逐親那樣的 那麼Dr. Cooper呢 記住呢 就又給他一劑了 記住啊 他給的份量很少很少的 觀察著他那樣的 那麼跟著呢 就放屁又出現了啦 幾天之後呢 這位病人呢 去到Dr. Cooper那裡呢 突然之間呢 就很驚惶 為什麼呢 原來他的腳呢 整隻腳呢 就腫了 還有一些血腺的走出來的 嗯 OK 那Dr. Cooper那裡想呢 為什麼會出現呢 其實應該呢 身體那個癌症排毒得太快 是 是 是 其實這些 說很多反應的呢 就是身體推動了之後呢 你的身體排毒的 毒素流得太快呢 那麼身體有很多不適的症狀 症狀出現的了 那麼 他發現呢 其實呢 我可能呢 用 醫得太過急 急進 是不是 所以結果呢 他就說呢 他就沒有給病人任何的藥 那病人覺得奇怪啦 哇 腫了 腫了 是 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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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偏偏趕回來 反而不給他喔 這樣 好了 那麼跟著呢 他發現呢 那隻腳呢 慢慢地腫 腫 跟著發炎 跟著呢 慢慢地變回正常 嗯 就是這個很典型的好轉反應啦 是 是 是 這個很典型的好轉反應啦 那麼到了1901年呢 7月呢 那麼他就找回 即是見回這病人呢 就發現這個病人全部康復了 一些癌症的痛都沒有了 這個案子大家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在同一個療法裏面 整天所謂什麼好轉反應好轉反應 這些就是所謂真正的好轉反應 它真的有很多症狀表面是差了的 但是最終最終是完全康復的 這個案子真是很特別 袁醫生 我相信在文獻上應該還有一些很特別的案子 可以和我們一會再分享一下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了 一會兒我們回來繼續 我們今天的自然療法與你 題目就是胃癌救星 聖星百合同類療劑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裏面 除了鞋子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可以在我們六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歡迎回來第三節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今天的題目就是 胃癌救星 聖星百合同類療劑 上一節你講過第一個個案 很明顯看到 Dr. Cooper用一個很少很少的份量 一個療劑 跟George醫好了他的胃癌 亦可以給大家聽眾 了解什麼叫做好轉反應 如果真的出現了這些症狀的時候 其實就是說我們是用對療劑 大家就不需要擔心 其實應該在文獻上面還有很多的案例 可不可以再跟我們分享一些比較特別的案例 讓大家聽眾都去留意一下 在那個文獻裡面 Dr. Cooper就有講另外一個個案 這個是1898年 是遭遇佛的 當時就有一個年紀大的女性 就有一個胃癒羊 當時就有一個貴癒羊 這位女士呢 就是J小姐50歲 瘦瘦的 那個人呢 就是拿著拿著那個面貌 瘦瘦瘦的 那原來這位丁小姐呢 J小姐呢 她有一個姊妹呢 就是死在胃癌的 那她當時呢 她說這個病人 她說十五年前就曾經吐過血 是 住此之後呢 就經常胃痛了 而那個胃痛得來呢 又會作悶 然後一天呢 就嘔兩三次 那也都感覺呢 身體每一個神經線呢 都有一種壓力感的 有時候在一個地方 有時候走去走去 這些神經走去走去 那還有呢 那個胸腔那裏呢 就橫跨的胸腔有些痛症的 那麼痛是晚上一叉啦 還有吃了東西叉啦 那有時候呢 不吃東西都會痛的 那 那 那還有一件事呢 就有很多氣 就是放屁這些 那還有呢 那個下胸腔呢 就有一種脹脹的感覺 那間中呢 就有火焦心啦 那些食物呢 就湧上來啦 那還有呢 就那個早上那時候呢 就是 那個口腔呢 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腐爛的不適的 那當然啦 睡眠呢就受影響啦 那就有很多些發惡夢啊 那大便呢 都是一般的 OK 那當時呢 Dr. Cooper也是這樣 給了一滴的 一滴的釘劑 那在11月6號給他的 那到11月13號 這個病人呢 就再复診了 那發現呢 他的症狀呢 就是減了少少了 嘔吐呢 就停止了 你記住啊 每天嘔兩三次 嘔吐就停止了 那但是有一個新的症狀出現了 那原來什麼症狀呢 原來晚上呢 醒來的時候呢 就出汗 沒有汗的 是 那但是到了 到11月27號呢 那這個症狀呢 就減輕了 那痛也都舒服了 那 還有呢 痛之前呢 個人覺得很寒冷的 那已經沒有了那個火燒心啦 那當然呢 口呢就有一些 就是 就是髒髒不舒服的那種味道 那還有那個大便呢 都是差的 那於是乎呢 就重複一劑 然後再吃一劑 那吃一劑之後呢 大便鬆了 就是大便舒服了 就回來了 那就繼續呢 他就用 就是不斷地用這個療劑 就是間中給一劑 間中給一劑 那最後呢 那個病人呢 差不多完全好了 就是順快都變了 那這個就是另外一個個案 那這個當然呢 就說 胃潰羊 那但是記住呢 這個病者的姐姐 是死在胃癌的 那就是很大機會呢 如果她不治療她 都會將來變得更多 是啊 剛才J小姐那些症狀 很多一般都市人呢 經常都會 就是都會感受到 遇到這些 這些問題 這些的情況 都有這樣出現到 那就是說呢 如果遇到這些的情況的時候呢 這個聖星百合 這個療劑呢 其實呢 是很大機會呢 就可以幫到這些的症狀了 不用讓它深化下去呢 可能演變成一個胃癌了 沒錯 OK 那好了 那這個療劑呢 是一個屬於 同的療法 屬於細療劑 那但是呢 它的效果呢 是驚人 那另外一個降狼呢 就是Mrs K 她是62歲 那當時呢 她就有 又是經常呢 就是 在18個月之前呢 就經常吐血 是 吐到很大量的吐血 那 那她 因為這個問題呢 她什麼都不能吃 就是吃牙蜜皮 貴甲蜜皮 那些 那最後呢 她最近呢 就慢慢吐那些 那些 那些血塊 那還有她覺得呢 她每張床在那裡轉身的時候呢 就覺得呢 那個 好像有 烤水在那裡轉 跟她在身體 這個是很 這個是很特異的症狀 是 非常之有用的 如果大家有胃癌 有這個症狀 那跟著腳呢 腳和那個腿呢 就腫脹了 就是走路都受影響了 那樣 那原來又是呢 她有個 有個 兄弟呢 都是死在那個癌症的 所以 經常說那個 跟那個 那個圍著她的關係 是的 那1898年呢 1月12日呢 那是給她一劑 丁劑 那到了1月23日呢 那這個病者 這個女士呢 就覺得舒服得很多 那她就難以相信一下 就是這麼快的療效 那如果那個胃的壓迫感呢 就已經沒有了 那還有呢 就是 之前她整天覺得有泡水 有一塊液體在腹部 就是拿來拿去呢 那她呢 就慢慢地呢 開始減少了 那直至最後呢 她一點都沒有感覺 沒有減少這件事情了 那當然開心了 整天都輕鬆了 那到2月10日呢 那那個症狀呢 就好像又想回來了 那於是乎呢 Guber呢 就再給她一劑 那基本上呢 就一次次就好了 就是跟著了 是 那看一下 Dr.Guber去那個行醫上面呢 他針對性 就是了解了那個病人的情況之後呢 其實他用的劑量都是很少很少的 就是可能是隔幾個禮拜啊 或者是這樣用一劑一個釘劑一劑一個釘劑 那就可以將那個病人那個問題呢 都處理得很好 一直都 就是有 譬如第一個 case經過了好轉反應之後呢 跟著呢就已經全部康復了 不會再翻轉頭的樣子 那個情形都有的 是啊 那Dr.Guber又很有趣 他提起一個症狀 他說我當時我為什麼會想這個療劑呢 他說呢 他說呢 他發現呢 這個療劑有一個很特別的症狀的 是 就說呢 那個病人呢 剛才那些女性呢 對一些蒜味的東西呢 是很敏感的 嗯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症狀來的 嗯 就是如果大家有胃炎 是 而發現自己呢 就吃了那個洋蔥呢 就立刻很不舒服呢 那記得 這個可能這個療劑一吃呢 就那個胃炎都好賣 嗯 那所以呢 對那個洋蔥特別敏感 是一個很重要的的症狀 是 好了 那還有呢 他經常都是 就是 很多些 就是放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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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氣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當然呢 甚至乎呢 導致那個人呢 就覺得呢 那個情緒很低落 甚至乎有自殺的意欲 嗯 好了 那還有呢 就那個人呢 就是癱癒了 累了 還有呢 那個那個 那個空窩那裡呢 就有一種 那種 那種下聚沉沉的感覺 嗯 那經常呢 就作嘔作嘔的感覺 這個呢 令到他呢 夜晚睡著睡不到 OK 那這件事呢 就是很多天都可以持續的 來困擾他的 嗯 這個真的要 要很小心處理 因為 他既然不舒服 胃不舒服 吃東西 可能就吞不下 吐 那些東西 就可能令到個人呢 就真的會 沒有了那個能量啊 覺得累啊 那睡在那裡的時候 又有 拋水 有些液體在那裡壓住 那樣 那樣真的 很難休息得到的 那樣的情況 是啊 那才先講這個症狀呢 他發生是一位 54歲的人 嗯 那個身上 那個臉色紅紅的 但是呢 消化是很弱的 那還有呢 過去呢 都曾經呢 就有 有個TB的傾向 那那 那你記住 這個 我曾經所說呢 是 是早年呢 這個胃癌呢 是第一大殺手的 是 是 那好了 那這個 這個療劑呢 Onifu Galan 那個聖聖百合 那是特別對一些人呢 是那個 那個 那個幽門那個地方呢 是特別 特別 敏感的 那 那還有呢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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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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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就是 那 這 好像 那 謝謝 那 這個療劑就應該是配合得到的了 好了 跟大家分享了這麼多的個案 大家都應該有一個清晰的印象 在什麼情況之下呢 用這個就可以救到你的命 減到你的痛苦 還有很多所謂胃炎 胃癌 胃潰瘍 這類的問題 但是浸易子場的不適 這個療劑是很大機會幫到大家的 一開始我們都提及過 其實在現代文明社會 大家的生活壓力 或者是乘無定時的情況之下 胃部不適的情形是很常見的 如果我們適當地用自然的法 即使用聖星百合這個療劑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處理了當時的不適之餘 其實又會令到病患者 不會導致他患到胃癌的風險 都可以做一個預防的樣子 雖然在西方國家 胃癌最近是少了 但中國剛才所說 男性還是第二大殺手 女性是第四大殺手 所以胃癌這個問題 都是很普遍很大的問題 當然在同類療劑上 其實還有很多療劑可以處理胃癌 但是剛才袁醫生今天介紹的 這個聖星百合是一個 比較突出的一種療劑 在他臨床上 他的病人上 他都用過很多 都差不多百事百多 病人的情況 都已經即時有個改善 今天謝謝袁醫生和我們的分享 我們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你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尋自然療法與你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 今天謝謝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